各位朋友大家好 尚哥最近在图书馆借了很多有关国医的著作 所以最近的内容多数都是由其中取出来和大家分享的 其中一位国医97岁高龄已经鲜游了 她就是培培然教授 是上海出名的路中医 她一生注重养心 由养心去到安神健体 所以她一生都很开心很快活 她指出养心是要注重精神心理因素的调节和品德的修养 她认为做人的道理就是养生的道理 她很推崇瑜伽的做人道理 所谓人者受 心存人爱与人为善 寿命就相对比较延长 你有人爱的心 行人爱的举动 有普制众生的思想 这类人的心态很平和 身体健康 寿命就能够延长 相反 如果你心存恶念 做了坏事 你精神上受到折磨 导致心神不灵 夜不能成眠 胡思乱想 那便会造成气血液乱 功能失调 抵抗力下降 那你怎能够长寿呢 这位老教授 她的思想和最近西方的新心灵健康学说 可谓不谋而合 那她的养生安神术是怎样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就是养生 但是不要贪生 因为在她的临床的经验之中 她发现很多很重病的病人 或者是身患绝症的患者 但是她们能够太然治药 乐观开朗地面对病情 很积极配合医生的诊断 大多数她的抵抗力会强 她的元气恢复得又快些 病情可能由重变轻 甚至可以完全康复 但是那些贪生怕死 很怕死亡的患者 就精神崩溃 气血浩散 病情很快加速惡化 所以由此教授告解大家 不要刻意去追求 多吃些什么的健康补品营养剂 去长寿 最重要的是 珍惜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你从容淡定 坦然面对人生 去品味人生 乐天之名 那你就自然健康长寿了 第二点她说关于情绪方面 因为她说养生之道是在于折制七情 中医的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 但是这个七情最重要是中度 即是不可以过多 因为过多是会破坏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 那就容易导致气血液乱 你的脏气损伤 形成种种的病变 她说我们所以对于七情 要保持这个中度 即是中庸之道 不可以过多了 不能够超过我们人体 所能够承受的限度 第三就是养生 位在全神 这个神是什么 它就好像一个比例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很精密的自动机器 这个自动机器有自我调节 自我修补 自我适应 和自我控制四大功能 但是人体这四大功能 一定要在精神不受损害的情况 才能够充费发分的作用 所以要想身体健康 首先要全神 第四点就是说品德方面 教授给了她的名字叫做一花四叶汤 但并非饮品 而是一个道理 一朵花的花 就代表我们身体健康的长寿之花 四叶 就代表 豁达 瀟灑 宽容 和厚度 豁达 在这方面 教授曾经写过文章 她说 荣华富贵有什么稀罕呢? 即使你多活几十年 只不过是一刹那之间 任其自然 何必强求呢? 教授有这样的胸襟 具备了富贵于我如浮云的豁达胸襟 才能够体探得失 心平气和 所以身心看泰 第二点就是瀟灑 教授年轻的时候 都不像人们喜欢风花雪月的 她说她不爱风月 爱风云 她喜欢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她到老的时候 都是说自己 浪迹书海的一老翁 一生只是潇潇洒 不求名利风月的 第三就是宽容 她说 宽容代人是人生一种美德 亦是处理和改善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宽容就是用人爱的心去代人 不只能令人心欢体态 气血调和 而且对于团队之间的合作 社会之间的和谐很有意思 相反 如果你气量合宅 难以容人 就会令自己身心受到伤害 第四点就是厚度 她说厚度 对维护和培养人生的元气 有重要的作用 厚度最重要的就是做人要人厚 多为他人设想 乐于助人和护危济困 用时时怀有感恩的心 和报恩的心 要不要念旧 多多帮助他人 以上这几点都是教授 他97岁高龄 一生都是开开心心过的 重要秘笔 所以他跟大家说 养心才要养你的心 你心养得好 身体自然是轻安 希望大家都是教授 那么高手 又那么开心 多谢您收听